其实家常菜能传下来的都很经典 因为每个家庭都有天天在吃饭 但是能够传下来的就非经典不可 手边忙着备料准备大显厨艺 嘴里依然一直介绍台湾菜好吃的秘密 涛客学生齐驱一堂 盼着吃好料炒笔记 仔细听着美食家黄婉玲分享 她花了18年四处向老师傅学习 还原出来的老台菜 我记录的是38年前的台菜 那是因为我在跟时间竞赛 为什么因为38年前的先生们 当年20多岁嘛 然后到现在还在世就100多岁 甚至90多岁 那依旧他们当时学到的功夫 如何保留没有完善的资料 记录不了 不要说什么 就像现在我在还原中间 我极尽的是保留 而且要原汁原味的传承 因为我发现台菜真的是断层了 穿着套装 正在板斗现场搬大锅子当扫帮手 黄婉玲亲身学习台菜文化 她是全台最用功的板斗学徒 也是最会出书介绍台菜的作家 18年前为了写书 带儿子认识台湾的饮食文化 认识了许多台菜老师傅 并获得老师傅传授手艺 收集超过450道菜肴作法 酒家菜里面中 这个阿舍家的皮蛋酒菜花 后来流传到酒家去 因为它很醒酒 而且很下酒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是 只要现代人一定做不出来 因为上过烹饪课的人 几乎完全做不出来 因为他认为不熟 四下半 怎么可能呢 我就大概七下八下 就太熟了味道都不见了 黄婉玲的每一道台菜 都会详细告诉你背后的典故 彻底了解创作菜肴的故事 才能找回失传的美味 当师傅传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是觉得很倒霉 你怎么样要我学 我只想写书我不想学 可是我学会之后 我觉得很有趣 那以后来乐此不疲 最后呢我学会了 我传给你 请你帮我一起传出去吧 黄婉玲舍不得老师傅凋零 老台菜消逝 透过书写演讲办活动 她正在办一场台菜复兴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